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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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作为同修掀开科著上册 第三百一十一页 三百一十一页 请看第六项 正觉者如来之实质 我们看在这里 这个正觉 它就是诸佛如来的实质 当然有了实质 它如果启用 就是什么质 全质 我们现在有什么质 一个都没有 应该怎么样呢 要向佛菩萨学习 真的能够看得破 放得下 而这个如来的实质 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我们看佛经 看来的 是不是我们听法 是讲经听来的 是不是我们念佛念来的 怎么来的 它本来就有 自信里面 本来就具足 霍能大师说得蛮好的 那他开悟不是讲了五句话吗 其中有一句话就说 何其自信 这里就讲到实质 或者讲正觉 本质具足 所以 一切诸佛了 诸佛如来 所有的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向好 不是在外面求的 我们本来就具备 只是佛 他把所有的烦恼习气 通通舍弃掉了 他的信德 才能够展现出来 而我们呢 跟佛为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 人家现在是觉了 这里讲正觉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迷惑 可是 就把这个迷惑 一转过来 您就是谁啊 您不就是正觉了 您就是 等觉了 就是妙觉了吗 其实这个学佛 在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学起来挺快的 真的非常快速 佛家讲嘛 一念之间 但是我们这个一念呢 念念都在哪呢 都向着这个六层经济 是不是 耳朵吧 听到那个好听的声音 您就喜欢怎么样呢 我们就很喜欢多听两次 如果是看到 喜欢的人事物 我们就会多欣赏一下 闻到那个气味 觉得蛮舒适的 您就想多闻一下 所以这个六根呢 讲实在话 做不了主 这就是我们凡夫 并根之所在 不像佛不善 它也有六根的启用啊 但是人家 不为色生香味触法 这六层经济 说动 看看得很清楚 听听得很清楚 闻也闻得很清楚 吃也吃得很明白 但是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自主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 所以我们大家要尽量 跟佛不撒续习 用那个六根的根心 来过日子 打教导 不要再用那个实 用那个实不好 怎么说 有分别 有自主 还有动念头 这是在做什么 找六道业 所以我们大家看 乐运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章 佛就问 这二十五个大菩萨们 你们是怎么样 修行正果的 把你们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个菩萨 都跟佛报告 因为我们看了之后 他们太棒了 其中有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修的是二根元通章 他是反文文字信 信成无上道 他修那个二根 所以人家呢 这个六根 在六神境界里面呢 不用那个实 他用那个根心 言呢 用见性 耳呢 用文心 所以他成就 无上道了 一般禅宗啊 是特别重视 耳根元通章 这段经文 这是他们修行方法 所依据的理论之所在 很重要 那现在话说过来了 我们现在学习 耳根元通章 行不行 无神不知道啊 每一个同修的功夫 境界怎么样 无神不太清楚 最保险的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二十五个菩萨吗 其中还有一个 这是我们的老乡啊 受付世界的老乡 大师之菩萨 他那个方法 他是兜色六根 静电相继 其实他那个都是六根 就是耳根元通章 里面 观神仪菩萨 所讲的那两句话 但是 不是上上跟人啊 您用那个 观音菩萨 那个方法 功夫很难得利 那换句话说 不能够迷信 见性 六到十法界 我们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 那等于说修学 没有成就 可是这个 念佛元通章 大师之菩萨 所讲的 都是六根 上三个人 能够做得到 那如果 上中以下的呢 那一直到下下菩萨 那怎么办呢 还有四个字吗 静电相继 这个我们就觉得 蛮有把握的 所以啊 如果见到这些 六层境界之后 我们还是会分别 会执着怎么办呢 见到像 马上就开始 计较 在这个当下 赶快提醒自己 凡事有效 皆是虚妄 如果这个念头冒出来 还是不能够克服 自己的烦恼息息 怎么办 再加上一副药 这个药绝对有效的 万灵丹 经上说 阿且陀药 阿弥陀佛 您只要念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念头 转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 那个经上所讲的 舍食用根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那都是啊 决定聪明人 他们能够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 文字都看得懂 老师也在教 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呢 根本原因何在 就是我们无量节以来 用那个食用习惯的 八诗嘛 前五诗接收讯息 收集进来之后 就传到第六诗 传到第七诗 再收归到那个第八诗里面去 它像个长库一样 把它装起来 这个第六诗呢 就分别 第七诗呢 它就支持我 倘若我们能够做到 接收这么多 无量无边的讯息 没有用第六诗 也没有用第七诗 它当然就不会怎么样 就不会储存在 阿列里面 所以啊 我们这个 要把自己毛病出在哪 要搞清楚 从今天起怎么办呢 我们尽量去练习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少分别一点 少执着一点 少想一点 这个好 这个容易啊 功夫得利 叫我们一下子 不分别 不执着 讲实在话 我们做得到吗 不可能 只是说 我们这个念头 要回转得快 刚刚第一个念头 是忘念 杂念 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 立刻把它替换过来 就是用阿弥陀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 一定要常常 念佛的原因 我们平常这么样刻苦 用功念佛 用意何哉 它是为了要保证 我们在临终那一刻 还能够把阿弥陀佛 想起来 还能够由心脓 念出来 如果临终的时候 业障很重 念不出声 但是我们心里面 有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可不可以 往生极的世界 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 念佛 你看那个念是怎么写 金 下面是个心 对不对 有的同学 他写那个念佛的念 他怎么写 念 金 心 他左边加个什么 加个口 他以为念佛是什么 用口来 称这个佛 搞错 念佛就是那个金心 两个字 什么叫念呢 现在心上有 就叫做念 所以呢 我们这个平时功夫要加强 那么在科诸里面呢 记得说 这是得唯妙法 集气 气就是气和 气和 世尊之佛制 入十相之妙里 正真之菩提 故成正觉 这就说得很清楚 世家母的佛这一次 也像是表演一样 做给我们看 他是怎么样成道的 我们如果把他这个成道的方法理论 搞清楚了 那我们这一身成佛 也就很有信心 绝对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个修学 的的确确 是离不开一个好老师 我们想要成佛 要尽量用 佛的心 来跟众生打交道 可不能够用什么心 不能够用烦心 不能够再用 刚刚所讲的 三心二一 不能够再用那个妄心 跟别人来往 那佛心是什么心 真心呢 这很容易理解嘛 对不对 这不难了 佛心说得多一点呢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正觉之心 所以说佛心跟凡复心 这十个字啊 就很容易把那个界限 就给划分开了 我们不能够呢 再用这个八师 也不要被那个 五十一心所 所牵累 假如说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从今天起 开始效法诸佛菩萨 这个菩萨呢 是指的法神大师 原叫初初以上 我们跟他们 学习用真心 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真心 开始用 修着修着 你最后啊 这个境界就提高了 就有这个人呢 就提高到什么境界 到这个 原教十性以下的这个菩萨 初性到十性 其实初性菩萨也蛮不错的 怎么讲呢 在小城来讲 他叫 虚头环果 人家已经开始 尽量用真心 但是还没有做到 他还没有转过来 他那个八师 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一旦转过来 他就不是 忘心 不是阿勒也在做主 这个时候是什么做主呢 就是用真心 开始当家做主 我们现在是 忘心是主人公 真心呢 来伺候他 这个搞颠倒了 就好像您家里面一样 您是主人 对不对 但是您聘请一个庸人 帮您烧饭 打扫 整理家务 等等 结果不晓得怎么回事 反主为客 他那个兵呢 居然成为什么 成为这个家庭的主人 这不搞颠倒了 所以啊 佛教我们大家 要改变这个想法 从今天起呢 我们要尽量地用这个真心 没错 事还没有转过来 但是尽量去练习 练习久了 久而久之 就变成习惯了 但是有同修听到这里 他就有点担忧 尤其是宅家人 他说 法师啊 那您在寺院里面 那都是学佛人 都是好人 那我们在社会上 跟这些形形色色的 大众打交道 那人家没有学佛呢 我是个好人 那他有私心 他如果要害我怎么办 他用妄心来害我怎么办 那我还需要用真诚心 跟他相处吗 还需要 其实他说这个话 是什么目的呢 他就担心一桩事件吗 他怕吃亏 是不是 吃什么亏吗 一说出来不就是四样东西 财色名利嘛 对不对 就是四样东西 他就担心这个吗 您要知道 这四样东西是怎么回事 这个行愿品说得那么清楚 人死的时候 请问您的地位 这讲权势 您的财富 您的大臣 您的宫殿 您的这个车马 能不能带走 一样都带不走 假的吗 不要说死的时候带不走 现在这个时候 能不能带走 也带不走 其实这个话 佛早就讲出来了 我们文字看不看得懂呢 看得懂 懂不懂呢 不是真懂 什么叫真懂 真懂假懂的标准 就在于 是不是真的放下 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有人他说什么 放下 是不是 放下明文里 我往生之前 我在放下 现在我不放 他好像蛮有把握 往生死之前 他能够放得下 真的吗 他放得下吗 你看一下 这个我们有时候 很少接触这些媒体 你看这个 真的一知道的话 就很可怕的 每天都有死人的 这个报道出现 对不对 假如说真的是 有一个人 他统计 每一个国家 每天有多少人死的话 几点钟死的 把这24小时当中 统计一个 详细的数字 我们都会感觉到 胆战心惊 看到人家 走到人生的尽头 难道我们就没想到自己 而且这些死人当中 很多都是什么人 年轻人 我们中国古人怎么说 黄泉路上无老少 孤焚多士 少年人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同修 不肯用功 我们也不能够说什么 最多劝他一次 两次 他不听 就不说了 他肯用功 那很好 那是有善根福德吗 推着他一下两下 如如不动 他的定功也蛮深的 如如不动 没反应 算了 不再讲 那他不想了生死 我们还想了生死 他为什么不想用功 他就想 我才十几岁 才二十岁 年轻 不着急 什么时候他才想 老实念佛呢 等我到了退休了 等我的孙子出来了 我家业建成了 我才用功 这个想法其实不对 所以应该要多看清楚 那么这段经文都讲到智慧 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智慧 就是被三大烦恼所阻挠 见尸烦恼 成杀烦恼 无名烦恼 那么见尸烦恼呢 见烦恼 思烦恼 见 生见 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斜见 思呢 贪嗔痴慢痒 佛经上有一个术语 来归纳这十种两大类的烦恼 叫十 十个的十 使 使用的使 所以说的简单一点 这十种烦恼就叫十使 那么这个东西很不好 我们只要犯了 那迟早将来呢 就要被啊 业力所迁 拿到这个三个道里面去 受苦受报 那个使是什么意思 使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差使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 警察 讲警察大家比较好懂 我们如果犯了错 这个警察就可以来抓我们 他有证据嘛 如果我们没有犯错呢 他不可以随便的逮捕我们 所以真正修行人呢 他每天所做的功夫 就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 其实我们这些烦恼 它这个产生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们常常忽略掉 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这个身体 是自己 可是我们把这个假的身体 当作是自己之后 它连带着就产生什么 四种烦恼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闷 所以经常讲 四大烦恼 常相睡 把这个虚假的身体 当作是我 其实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 它是我的一部分 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那真我有没有呢 真我是真的有 真我是什么 真我是佛性 是法性 是涅槃 是真如等等 是整个虚空法界 我们把这个真我 不认识 不了解 所以佛劝我们大家 要明白事实真相 成佛有什么好处啊 就像这里所讲的 把事实真相 全都看清楚了 其实成佛 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啊 就是这个人 他的智慧 达到圆满了 这样讲 大家比较好懂 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这个人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他不知道的 您问他任何问题 他通通都能够 答得出来 所以佛呢 在施法界里面呢 就能力来说 没有一个众生 能够比得过他 连等究菩萨 都还差一点 那么 下面说 正觉者如来之实质 故成佛 曰成正觉 一般我们讲这个觉 有三种 哪三种觉 正觉 正等正觉 还有一个 无上正等正觉 谁才开始真正 觉悟 佛讲得很好 没有正到阿罗汉果之前呢 我们不可以相信自己意思 但是我们凡夫是什么样种心态呢 我们相不相信自己意思 都相信自己意思 那我们 我们相不相信佛 佛扎的意思 读经的时候好像相信 听经的时候好像相信 等一下一离开这个讲堂呢 就马上就相信自己了 就把刚才佛的教诲 抛到九霄云外 为什么说 必须要证得阿罗汉 以上 才能够相信自己 因为阿罗汉 他至少把三大烦恼里面的一个 剑丝 两大类的这个烦恼 扔掉 他没了 那菩萨呢 再放下 承杀 佛呢 连无谬反恼都断掉 所以我们承佛呢 就是想要成就 罪上正觉 底下接着说 罪正觉者 从显佛觉之 无上圆满旧经 这个罪 就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 的的确确啊 佛的智慧 是真的挑不出 一点点毛病出来 因为他已经 达到最高峰 非常可惜啊 佛经 是从佛的旧经圆满智慧里面 流露出来的 但是能够相信的众生 少之又少 纵然他相信 能够理解的众生 也是很少 纵然他相信 能够依教奉行的众生 又少了很多 就算他行吧 行到最后 他正得了佛的经济妙 这样子 层层筛选下来之后 到最后一生能够成佛的人 寥寥无几 非常可惜 得人生已经不容易了 闻佛法更难 到最后没有成就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再轮回 再收包 什么时候 得度托 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遇到 净土法门 应该好好珍惜它 在底下呢 用释迦谱里面的说法来解释 他说 得无上正真之道 为罪正觉 同时在会书里面 这是日本高僧所讲的 觉之中为最极 故云成罪正觉 成罪正觉 即就近成佛 那么这就是说明了 这里所讲的佛 它是什么佛呢 它不是十报土里面的 分正佛 它是什么佛 它是指的 长极光里面的 就近佛 这个分正佛 也是类别蛮多的 有多少 从十柱开始算 十柱十行 十回向十地 再加一个等觉 这四十一个位置 都称为佛 但是他们叫分正佛 为什么称他为分正佛 他跟佛 差异在哪里 他是真心献钱 他把八四转过来了 但是他还有什么 他还能够无名的洗衣器 这个东西 就障碍着他 不能够回到长极光 一旦他把这个洗衣器 也都清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 十报土就没了 当下就立刻转成师 长极光净净 进入到长极光之后 是不是佛就什么事都不做了 没有 他们还要怎么样呢 还从长极光里面 常常出来 还要常常视线 各种的报声 印声 化声 就像释迦牟的佛一样 这一次呢 这个印声 就是七十九年 那么我们看这里 经文就讲到 八项成道 这个八项成道 每一种表法 意思都非常深 佛奥奖金 最大的目的 何在 让我们回头 让我们了解真相 他不但讲 他还怎么样 他还做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感动众生 为什么 也跟大众汇报佛经 起不到像师尊 那个效果呢 问题出在哪 我们可能没有讲错 但是怎么样 没错的 这就是并根呢 假如说 我们既没有讲错 都讲得很对 又能够把自己所做的 把自己所说的 通通都做到 那这个力道就来了 到那时候众生 他自然就会 依附我们 他自然就会靠近我们 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 把那个铁 就可以吸过来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 凝聚力 说来说去 就是自己落实的 还不够 所以呢 佛家常说嘛 看破 帮助放下 那这个放下又怎么样 又帮助我们看破 因此 我们这个经教学习 一天都不能够松懈 这个实行呢 一天都不能够少 就净土法门来说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去修啊 天天要念佛 大家昨天完成了 三万佛号没有 又缩水啊 哎呦 那怎么可以 前天三万 昨天两万 您给自己打折 这怎么行呢 哎呀 应该怎么要步步高升 才是 怎么可以像个波浪一样子 这样起起伏伏 在这个时代 其实很不好 怎么讲呢 这太讲人权了 太讲民主了 所以现在 这个做父母的管教儿女啊 也不像以前 那么样的严格 只要犯了一丁点错 那是怎么样 我们记得小时候嘛 那家母还比较好一点 家母只是说 不动手 可是父亲就不动手 父亲是怎么样的 既动口 还拳脚交架 好不好 挺好的 为什么 打了之后啊 印象深刻吗 光是说我 可能隔一两天 可能当下就忘记了 一出去玩就忘记了 可是动了手之后 那身上留下这个疤痕吗 还没有疤痕呢 就是有那个伤痕 就有记性 不敢再犯 现在父母不可以提罚儿女 老师呢 更不敢折罚 那我们作为修行人 在这个时代 可以讲 那个福宝就不如 不要说很久前 就说民国初年吧 清朝末年 我们就不如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老师 对学生管教还蛮严格的 而且那个学生呢 还比较听话 不要说别人吧 我们就说锅鲁匠老法师 他厉不厉害 大家把自己想象一下 如果是灵 呆在那个灵波 那个寺院里面 灵一个人呢 那个寺院的门都是破的 这个法师 他可以随时出入吗 没人管他 他就能够做到怎么样呢 三年不出门 就呆在寺院里面 念到 一知十字 这叫往生 他什么时候才出去啊 往生之前 那一天才出去 跟人家辞行呢 我们能不能够控制住自己啊 不用说三年了 恐怕三天都受不了了 哎呀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想要成就啊 还要靠自己 老师呢 最多在讲的时候 说一说而已 那至于 大家有没有成就 完全就看自己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啊 真的要靠自律 自己独处自己 那怎么样让自己保持精进 不懈怠呢 只有一个办法 老师管不了 父母也管不了 现在怎么办呢 只能够自己管自己 怎么管呢 天天自己要跟自己说 我要读经 我要听经 尤其是那个听经很重要 所以常常 熏修佛法 就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做 哪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我们很清楚吗 如果做错事情 将来怎么样 决定会有恶报 那就搞错了 真正聪明人 他每天想的是什么 我怎么样消除自己的业障 怎么样呢 转变自己的业力 希望自己早一天 能够成就 念佛三妹 因此同修跟同修之间呢 如果每天呢 有见面 或者打招呼 应该怎么样呢 都要互相劝对方 好好用功 大家在一起交流 谈话 少说世间语 多说 出世间法 常常提醒对方 要一心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就对了 不要啊 两个人一碰到一起 那个话匣子一打开 记得呱呱了就讲个不停 结果呢 把自己啊 大好的光阴呢 都浪费掉了 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这里的定义啊 解释 这个正觉 还有等正觉 最正觉 都是非常重要的开示 希望我们大家呢 多看一下 加深自己的印象 我们再看第一项 这个第八项里面的 最重要的印象 它就是转法轮 一切诸佛来到世间呢 他们做的工作呢 就是转法轮 我们要知道 佛转法轮 不是他成佛之后 才开始转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转的 他还没下来之前 就已经开始转了 像谁呢 就说一个弥勒菩萨吧 弥勒菩萨 他老人家现在在哪 兜衰天内院 请问他现在 有没有在兜衰天内院 讲经呢 他肯定有嘛 他肯定跟那些 在内院里面的 天人们在讲开示嘛 那有人听过吗 有没有人见过呢 我们见过没有 没有 谁有见过 谁有听过呢 虚老和尚 他就见过 经上所讲的吗 无助菩萨 他就去过 兜衰天内院 他那边 听到弥勒菩萨 给大宗奖金 他还下来 跟这个天晴菩萨讲 他见到 弥勒菩萨 所以这个 是真事 那释迦牟尼佛 这次转法轮呢 可以说是 时间并不长 只有呢 短短的 49年 转这个法轮呢 目的就一个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呢 能够啊 通通能够从 迷惑颠倒当中 流转方向 我们要朝向 绝正经 佛菩萨 度众生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众生 可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那么容易得度的 那个更新力的 听一次经 他就怎么样 他就放下 他就肯老实修行了 甚至他还证过了 但是绝大多数众生 听了之后 就算他听懂了 他离开这个会场 他能不能够去做呢 不见得 有人是真的开始做 还做得不错 但是很多人呢 听完之后啊 很快就忘掉 或者呢 又被这个业力啊 给转了 身不由主 又造恶业 怎么办呢 这就必须要靠 常常的上课 给大家讲 所以佛转法轮呢 不是只有一天一夜而已 每天都在教训 不间断的 众生只要是 还有一个人没有得度 还没有成佛 他那个法轮就要常常转 这个转法轮呢 他里面呢 有分总相跟别相 这个总相里面呢 有分两段 第一个呢 就是情法 这个情法是能感 我们看底下两句经文 天人归养 情转法轮 我们看在这里 这个天人归养 情转法轮是第七项 黄领导接着在诸解里面 跟我们解释 天人者 天道中人 归者 归进 这个归啊 就是归 恭敬的意思 而这个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轻养 这个心态非常好 轻是什么 轻就是我们常说的 钦佩 养呢 养目 这就是我们作为弟子 作为学生 对老师应有的学习态度 在大制度论里面呢 有介绍 今是释迦文佛得道后 五十七日极不说法 你看 佛三十岁就成佛了 但是在后面五十七天当中 他老人家在做什么 他就坐在那里 打坐 不动 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说他不说法 这是谁的观点呢 这是我们一般众生的观点 其实这个时候 佛有没有说法 有 怎么没有说呢 所以这个话 您要听懂 他有真实说 有方便说 佛 他这个 第一批听众是谁 不是吴比丘 那是第二批 第一批是谁 讲实在话 我们没分 我们众人参教 你也听不懂 不是那个境界 入不了 都是法生大事 那佛呢 我们看后面讲 字眼 我法 甚深 难解难知 一些众生 附着是法 这讲的就是我们 无能解走 不如默然入 涅槃乐 还好 佛没有提前走 如果他三十岁就走了 那我们就不可能 有这个 金中学院的嘛 也不可能听到 净土法门 也不可能说 这是能够学佛了生死 其实佛在这个 五十七天当中呢 他就 入定了 那这里也是讲到 五十七天 有的金上说是 二七 有的说是 三七 佛讲完这个金之后啊 他一看世间人呢 没人懂 真的是 没人懂 他就打算怎么样 要离开了 他想要回长极光了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这是我们世间众生 还是有福报的 这是我们世间人的第一次看到佛讲经说法 其实这本来是第二会了 所以五十说法 这是属于第二十 阿罕 这个时候 那么这里所讲的菩萨是谁呢 他们是近居天人 他们住在哪呢 住在第四禅天的五步环天里面 他们是什么样果位的人呢 小成果 阿拉罕 三果圣人 如果是大成呢 他就属于六星位 他们 这个根性很厉 他就在五步环天里面修 然后呢 就直接正到阿罗汉果 正到阿罗汉果 他就直接就 从这个 色祭天 就直接出去了 没有经过四空天 除了这些 三果圣人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师庭环音 师庭环音呢 就是刀利天主 同时还有谁啊 还有大凡天王 这是色界天的 天人 大家啊 你看这个天人 来祈请佛 数量不少 一起呢 都降临 人间 合掌 敬礼 请佛 为我们呢 转法论 就是请佛要 说法了 哎 佛这个时候是什么样一种 态度啊 他默然 没吭声 他没有吭声 就代表什么 默认 好 那我就接受了 那如果佛说 不行 那他 当然就不会讲了 你也想想吗 佛知不知道这些天人会下来 当然知道 他到哪里去讲经呢 到波罗赖 在露 露林中 去讲 这是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 露也愿 凡夫啊 看到佛 开始讲经了 当时讲经呢 第一批听众 这是人间的听众 其实也是他们释迦族里面的亲戚 他的父王 晋方王嘛 怕这个太子啊 到外面去休息呢 太辛苦了 就找了五个人 也出嫁 照顾他 后来佛呢 就又找了这五个人 就给他们第一次说法 这五个人当中 哪一个人是第一个得度啊 第一个开悟啊 焦成乳 对不对 他是第一个证 阿罗汉国的 可惜 我们就不是那五个人里面的一个 假如我们是那其中的一个 多好 所以啊 从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了一个什么现象呢 有佛宝 对不对 佛嘛 还有法宝 佛有讲法 讲四敌法吗 苦及灭道吗 他就正果了嘛 他们六个人 老师学生 这就是生宝 你看了 从这一天开始起 这个地球上 就有所谓的三宝出现了 这是众生 素师 还是有修 善 感召 这样的果报 在这个法华经里面 也有这样一个记载 他说 二十诸 犯王 这就是 四禅天以下的 这些天人 吉诸 天地师 刚刚所讲的 师天还阴 还有护士 师天王 这些天主 我们讲天王 数量很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都知道 一尊佛的教化区 称之为三大 三千大千世界 对不对 那一个单位世界里面 就有一个 四天王 那三千个 大千世界 那就有多少个 十亿个 多不多 数量壮观 所以 这个 来请佛的这些天王 非常多 您从这里就知道了 我们要怎么样 心善 所感召来的佛菩萨 所感应来的护法神 这天龙八部吗 多不多 不计其数 他们在哪 他就在你旁边坐着 就站在你旁边 您都不认识他 他天天陪着你 天天旁边都保佑你 我们呢 每天 看不到 也听不到 他们其实 他们这些天使呢 佛菩萨 都有帮助我们 消除很多那些 那些 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恩人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 当我们这个眼睛呢 肉眼变成什么眼呢 至少变成天眼 你就看到 哎呦 这么多 哎呦 谢谢谢谢 感恩感恩 感恩就趴下去了 蹦蹦蹦 磕头了 我们现在不晓得要感恩 你看 知人报恩 就挂在这儿 我们怎么样 视而不见 还学佛 还学佛 这么样的懈怠 懒散 在古时候啊 偷懒 是不是 那个师父怎么样 打 肯定就 拿那个戒指 打他了 现在不可以打 现在只能够怎么样呢 现在只能够说 而且说啊 还很客气地讲 说了 人家听得不高兴 那对方这回怎么样呢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我 你有做得怎么样 我看你不怎么样嘛 不服啊 他不服 他当然就不愿意听了 他不愿意听 他就怎么样 他当然不愿意做了 其实最后吃亏的是谁 还不是我们自己 他不知道他的师父 早就证过了 说不定他师父 是某某佛佛萨再来的 他也不晓得 表示师长 瞧不起老师 自己呢 胡作妄为 自己懈怠懒 将来吃亏的 终究是他这个人 即大自在天 这个大自在天处 就是经上所讲的 摩西守罗天王 这是第四禅天的天处 这是我们这一个 欲界色界最高的一个同帅 并 并于诸天众 眷属百千万 你看 有多少 百千万 请问这是一个缺切的数字吗 不是 这是怎么样呢 大概说一下 这就证明了 这个世间 还是有不少天人 蛮有善根的 也是因为他们的 秦转法轮 这个善句 就是我们后人 能够听闻到正法 下面念了 接着解释了 法轮者 指佛之教法 法轮就是佛的教学 方法 演说佛之教法 称为转法轮 你看到 这个法轮 它用什么来代表它呢 在所有的物体当中 佛选了一个轮 这个轮是什么形状 圆的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方的轮呢 没有了吗 有没有看着尖角的呢 没有 它如果是多边角的 它肯定是转不动的嘛 是不是 你看那个车子 不管什么车子 它肯定这个圆圈呢 那这个圆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说嘛 圆满法轮 那个圆就代表圆满究竟 那佛的教育 是真正达到的圆满究竟 接着说这个轮呢 轮者 转轮圣王之轮宝 这个转轮圣王分为金银铜铁 四种 他们福报各不一样 那这个金融王呢 管的是 区域最大的 一个党委世界 东南西北 通通都是他管 我们讲一个银河系 那是他的地盘 他的国土 他用什么来 治理他的这个国家呢 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轮保 这个轮保就是我们 几十年前就听说过的 那个飞碟 我们是没有看过飞碟 不过看那个杂志 报道 那个形状 它就是个原型的 这个轮转呢 在诸节里面说 回转四天下 据说啊 这个飞碟 我们讲飞碟 大家比较容易懂 这个飞碟 它转一圈 需要多少时间 就他这个 一个银河系 需要多长时间 就逛一圈呢 十二个小时 速度快不快 您可要知道 那是银河系 一个银河系 从早到黄昏 十二小时 就逛一圈 我们这个地球怎么样 从头八 飞机起飞 再飞回来 多少个小时 恐怕都要 十多个小时 到二十个小时 这是证明什么 我们的科技 不如转轮身亡 就说福宝 比不上他 同时这个 伦宝 他还是武器 脸吹 诸怨敌 故以辟于 佛之教法 以流转一切众生界 破除诸烦恼 这是用 转轮身亡的 伦宝呢 来比喻 佛陀的教法 教法 在法华文具里面 这个法华文具 是法华经的注解 他说 转佛心中化他之法 这个转的就说 转转 佛呢 教学 的确是没有中断过的 度入他心 明转法轮 这什么意思呢 佛把法传给众生 要让这个法真正入大家的心 他肯真的造作 一教奉行 而且能够正果 这就称之为 转法轮 家祥老法师接着讲 自我自比 故称为转 佛法从哪里来的 从佛来的嘛 对不对 那佛的经口说出来 传传传 传到现在三千年之后 就传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从印度 现在传到哪里 传到图巴来 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有探旋记 这是晋朝时候 所翻译的华音经 叫六十华言 它是解释 华音经的著作 是选手国师写的 这个探旋记呢 有解释法轮 他说法是鬼词意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鬼 一个是池的意思 鬼是什么 鬼是轨道 就像车嘛 他要按照这个马路线来开动 池呢 就是保持 这是讲我们不能够懈怠 要一教奉行 那通有四义 通常来说呢 它有四个讲法 就是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四个字 教 理 行 果 这个教 我们要能够相信 理呢 要能够理解 行呢 要能够去修 果呢 要怎么样 要正 所以我们今天呢 读无量寿经 首先要怎么样 你要能够相信无量寿经讲的是真的 大家相不相信呢 相信了 你真的也不相信的话也没关系 不用勉强 如果您不相信怎么办呢 我们就讲啊 讲给大家听啊 把这个来龙去脉 把它的好处 把真相跟大家说清楚 说着说着 说不定哪天 您有原来的半信半疑 或者是很疑惑 到后来啊 您就变成怎么样 就会首肯了 就会认同 所以这个解很重要 再加上什么 加上行 到了最后 您练到功夫整篇以上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是这 这个教理行果司法 在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呢 有解释 现在大家把参考资料拿出来 这个科著 您可以把它收起来 我们现在就不用看科著了 您把下册 参考资料拿出来 翻到五百三十页 下册 五百三十页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法宝啊 它有四个意思 五百三十页 大家都有看到吗 有啊 好 它里面说 这都是经典里面讲的 三世诸佛所说 破无名烦恼之声名俱文也 我们今天的经典 是怎么来的 是佛当年讲的 对不对 这就有声嘛 有的声音 大家听到之后 现场有人听呢 等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就把这个 所听到的内容 转换为文字 再把它编辑 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经典 所以佛当年 这个教学呢 是以声音为主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佛 现场给我们讲经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啊 看经书了 看经典 但是看经典 大家一定要遵守啊 绝命妙行菩萨 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方法 530页 有看到吗 下册 530页 是那个参考资料 如果您没有看到 您问一下旁边的同学 对 530页 所以啊 我们这个学习呢 要遵守绝命妙行菩萨 他所讲的那个 学习经教的方法 离 严收乡 离明治乡 离心缘乡 可不能够啊 在读经的时候 看诸解的时候 您就在揣摩 佛在说什么 菩萨在说什么 阿罗汉在讲什么 祖师在说什么 这个冥想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想 您所想出来的那个意思 是不是佛菩萨 祖师大德的意思 不是 那也是有一个人的意思呢 是谁的意思 是我们自己 反复 这个 分别执着妄想里面冒出来的 那个是不能够啊 入境界的 所以呢 这个学习经教 还想依循了古大的 这个说法 那有人问呢 我为什么要听佛的话呢 为什么要以佛经为标准 来判断外面的 是是非非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佛是真正开悟的人 我们的智慧没有起先行 那就应该要找一个 明心见心的人 来引导我们 不要说别的吧 请问 我们对这张桌子了不了解 有人说 那当然我对它了解 每天都看到 是吗 祖师同修 您知道桌子后面是什么样子吗 说来听听 不能说错啊 说错中午不能吃饭 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桌子 您只看到哪一面呢 大家不要动啊 就这个角度 您看到哪一面呢 前面正面对不对 顶多右边吧 那您就看不到左边了是不是 那右边同修 您就看不到这边了吗 后面呢 下边呢 里面呢 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你看到 连这个表层 表面这一层 我们只看到几面了 顶多看到两面到三面 你说我们的智慧在哪 连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搞不定 还那么傲慢 还瞧不起佛博尔 当年李世公就说 他说我们看事情 看人看物 人是物吗 至少要看八面 哪八面呢 因缘果 体相用 是离 八面 这个才算是 稍微知道一点点 纵然全部把这八样事情 搞清楚 够不够 还不够 您要知道 再往下面看 第二层 因 为什么会有这个因 它肯定里面还有因 还有缘 还有果 还有体相用 还有势力 这是第二层 再深入第三层 李世公说嘛 至少要看八次 八面 八八六十四层 那还差不多 明明想想 我们才算是 知道一点真相 所以啊 这个应该要深入精证 我们这个 平常用 第六诗 第七诗嘛 用习惯的 以为说 自己所见到的 所判断的 很准确 其实啊 都是是是而非的 没搞清楚啊 所以真的要把事情 搞清楚 还是要请那个 已经搞清楚的人 来教我们大家 怎么搞清楚 这好像在绕口令呢 所以要请那个 开悟的人 来引导我们 那么本经里面讲 三种真实 真实之机 真实慧 还有真实之力 什么叫真实之机啊 就是看到宇宙真相 实实真相 看到 那个计是什么意思 计就是边计 宇宙太浩瀚了 我们这个肉眼 绝对不可能说 看得到的 你看 隔着一个墙壁 就被挡住了 墙壁之外 发生什么事情 一无所知 应该要虚心 向佛陀请教 假如说我们这个学佛 对老师不尊重 虽然每天也读经 甚至也天天讲经 但是因为心态不对 对佛陀没有 毕恭毕敬的态度 心也不够 清净 不平等 还夹杂着什么呢 夹杂着明文立养 这个人他将来 绝对不可能成就佛果 他学乎学到最后 他讲经讲到最后 他讲到哪里去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 出教 讲经教学 跑哪里去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佛门有一句话说 地狱门前 生道多 生就是指的出家法师 那个道指的是谁 道就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道家 道士 为什么 法师跟道士 那是接受信徒供养的 你看我们这个袈裟 就不是自己挣钱赚来的 不是自己买的 不是自己做的吗 是人家供养的吗 我们每天吃这个饭菜 我们所住的疗房 那也是有很多开销的 这全部都是信徒供养的 比如说人家现在 借给我们用 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 您说以后怎么还 经上佛也讲得很好 披毛带搅换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眼睛看得到 这些动物 变牛变马 变猪变羊 用他的身体来还债 有没有看到别的境界 鬼道 地狱道里面 他要先在地狱里面受罪 受完了那个苦暴之后 再转到鬼道 鬼道受尽苦暴之后 才转到 出生道 从出生道里面出来 再来到人道 哎呦 那个日子可漫长的 所以有同学 他发心要出家 我们说句老实话 一般都不会呢 鼓励他出家 他跟我们说 发誓啊 我很想出家 我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想出家 我想跟你学奖金 我们就说 在家也可以讲 他说在家没有出家方便 他搞错了 其实现在在家奖金 比出家方便 藏元更少 他不太懂 那么还有人说什么 他为什么出家 他说他为了 要修行 我们就跟他说 你在家也可以修行 他说 家里有 不清津 我们就跟他说 那您怎么知道 在寺院里面清津 请问您家里几个人 他就说了好几个 我们就说 就这么三四个 那您知不知道 寺院里面几个人 您看我们学院 多少个人 我们学院算是 很小规模的 几十个人住在一起 那几十个人住在一起 就有几十个 总思想 几十种说法 几十种做法 几十种习气毛病 对不对 是不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个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那能不能够跟大众和睦相处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不能够跟别人和睦相处 那是在造什么业 看到六合金没有 里面有一条是什么 太可怕了 我们如果这个嘴巴守不住 您就在破和和声 那个果报不可思议 所以呢 我们建议这些发心 要想出家的同修 把出家人的戒律 杀弥实戒 好好地看一下 做不到 最好不要动这个念头 要不然的话 好心出家 后来怎么样 就落到地狱里面去 那是很不值得的 这是讲到教 这是法宝的第一个意思 法宝的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 离法 教法所权之异理 佛所讲这些教啊 内容很丰富 梅不经梅不论 都有很深邃的道理 这些道理呢 全部都是实识真相 第三个是刑法 是 一理而行之 戒定慧 这一点呢 我们要特别重视它 为什么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 会读无量寿经 会背无量寿经 同时您也会讲无量寿经 会讲科诸 可是没有去落实 这个佛门的规矩 没有真正修这个定功 将来能不能够成就 不可能 所以 有解 它必定有什么 修行 你看 每一部经后面 你看任何经典 大成经 小成经 到了最后 那四个字肯定是一样的 哪四个字 信手奉行 所以这个行重要 那我们现在怎么行呢 其实念佛法门呢 挺好的 没有经典 我们可不可以行呢 也可以 没有人讲经 可不可以行呢 也可以的 我们怎么做 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了 谁这样子 海鲜老二上就这样子 对不对 您不信的话 你现在可以到南洋去 向他的徒弟 请教一下 他们的师父怎么修行的 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老实念佛 九十二年 不管弯 他有一个最大的秘诀 是什么呢 他也说给我们听 一切都是假的 这个真相 被他看到了 被他知道了 其实啊 他不但知道 他见到 他也能够说出 一番大道理出来 只是他老人家这一生 没有给我们讲经说法 如果原剧主的话 他能够讲经的话 那就太好了 那就会留下很多的法宝 像这些视频呢 都可以留下来 我们现在学习呢 要依照老师的指点去做 不要怀疑 那个疑 您要知道 那可是我们修行人 最大的障碍 这个法宝的第四个意思呢 第四种 他是说 国法 行满所得 有违无违之正果也 果就是指的 正果 的的确确啊 佛 是因为他做到了 行满 所以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果就满了 这个果也分很多种 经常说嘛 有小成果 大成果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什么果 阿伟悦志菩萨 这个果高不高呢 可以讲 跟其他八万世间法门相比 其他的 身为元节菩萨 看了之后 都非常的 惊讶 你们 怎么才念几天佛 念个几年佛 一下子跳得这么高 第八地 其实很多 这些圣人呢 他们都 挺怀疑的 但是我们相信呢 佛所说的话 全部都是 实施真相 我们只要万元放下 一心细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保证成功 千万不要对这个世界呢 还有一点点流量 我们就举一桩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可能有的同修呢 他对人事物 不是怎么样的 执着 可是他喜欢一样东西 喜欢什么 他喜欢养那些虫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 同修家里面 他就养什么 他养鲸鱼 养猫 养狗 他养这些东西 养这些动物啊 也会怎么样 也会产生执着 最好怎么样 把他们都放下 该放生的就放生 该送人的就送人 每天做什么事情呢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人生 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 其他的事情嘛 怎么看待 常言说的好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要那么认真 但是我们心里清楚 心里很清楚 不为之所动 有缘就劝他两句 没缘呢 就不要去 耽误时间 自己念佛最重要 再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念佛念多少声啊 三万 晚上睡觉之前 没有念满三万声的 不准上床睡觉 明天上课的时候 看一下大家的计数器 你说念不满三万声 那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睡觉啊 是不是 吃完午饭一躺下去 好几个小时的 那么长时间 呼呼大睡 还好意思睡那么久 有些话我们都不讲 得罪人家嘛 是不是 为什么说得罪人家的话呢 什么时候才讲呢 上课时候才讲 重要啊 念佛真的是重要 对自己了生死重要 对大家好嘛 法生会命 要赶快成就啊 对不起啊 讲话太重了一点 不过呢 多数为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墨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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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